这个研讨会在今年 特别是丁西康南胜利80周年之际 没有在宝山召开 我觉得作为宝山人 特别像我从事这一块工作 我觉得是非常好 召开的时机也比较成熟 因为之前我们也有一些 相关的小型的研讨会 但是没有这一次 它是一个是我们海峡两岸的 相关的一些专家学者 都积极一堂 共同把整个的中国抗战 或者是我们跌免云抗战的 一些细节上 或者是之前 我们在研讨研究的时候 没有搞清的一些领域 能够说通过这一次的研讨会 大家也达成了一些共识 或者是能够说 更促进我们的将来 在中国抗战的研究 或者甚至是 特别是对于我们来说 跌免云抗战这一块的 细节上的研究 起到了一个积极的 帮助我们更好的研究 这一段历史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是非常好 也希望这样的研讨会 今后也能够多进行 十分之后 请查看 了解